ology 好 那我們今天要進入新的單元 叫做 Mini-Orreal 中文叫做《直線迴歸》 這個《直線迴歸》 我想大家已經用的快爛掉了 很閒手 但是你真的了解 我們今天來自我檢討一下 看看你所一直在用的 linear regression 到底有哪些跟你原來想像的有不一樣的地方 什麼叫做 regression 這個 linear 你知道直接就是直線的關係 那 regression 是什麼 什麼叫 regret 回溯過去的意思 那他在做的是什麼 他基本上的話 有我們所感興趣的一個 variable 我們叫做 y 的 variable 那 y 的 variable 像是什麼 像我們之前講 我們對小豬的增重很有興趣 然後他是不是跟他的飼料 誰飼料有做不同 那個 y 就是什麼 小豬的增重 是我們感興趣的那個變相 那他要跟誰做一些關係式呢 他要跟 x 做一些關係式 x 跟 y 的關係式 那 linear regression 回歸 因為大家以前都做過 所以其實 以前大家都怎麼寫 A 加 b x 回歸 就是這樣 這樣叫做直線回歸 我們今天要把這個觀念 這個寫法稍微做一些修正 我先照著大家 這個 舊的方式寫一寫 這樣子 所以其實是在做什麼 y 跟 x 之間的直線的關係 那這個 每一個 x 跟每一個 y 它自己是一對一對的 有一個 x 就一個 y 一個 x 就一個 y 所以我們基本上有 n 組的資料在這裡 那每一組就是一個 x 一個 y 一個 x 一個 y 所以要做的什麼叫做直線回歸呢 我們把它畫出來的話 假如把這些 x y 每一對每一對的點 把它點出 點在方格子上的時候 這個橫軸永遠放你的 x 縱軸就放你的 y 那把每一點 這個每一組的點 把它點出來的話 可能像是這個樣子 然後這每一點的值 就叫我們的 y 那我們用了一些方式來求出這個係數 係數把它求出來了以後呢 然後把它帶進去 然後就會得到了一個直線回歸的方程式 所以這個直線回歸上的每一點 我們叫做 y-tet 所以這個要修正 那我剛剛講 跟以前的觀念或符號不一樣的是 由這個係數帶進去的直線方程式 所得到的值 我們叫做 y-tet 這個觀測值是 y 是不一樣的觀念 所以你假如要寫直線迴歸的話 我這邊要寫 y 的的話就是什麼 我這個直線迴歸的 y-tet 加上一個 e-i 沒有預測準的部分叫 e-i 就是什麼 我這個實際的值是在這裡 y在這裡 跟觀測值 跟這個預測值 我的 model 得到的 y-tet 之間的差距 這個叫 e-i 就是沒有預測準的部分 這些都叫 e-i 所以第一個這個觀念要先趕過來 所以我們在直線迴歸這個單元裡面 我們要教的有一些 有幾項 第一項是什麼 因為我們要求出 x 跟 y 之間的直線關係 所以要求出 ab 的係數 所以怎麼樣得到那個係數呢 有了這個係數了以後 才有這個迴歸的這個方程式 對不對 才有這個迴歸方程式 那我們用這樣子的一個迴歸方程式了以後 就可以怎麼樣 以後遇到類似的 x 跟 y 的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 x 的動向來預測 或來看到或預測到說 我們這個 y 是怎麼一回事 所以就從過去的 x y 的資料 做出來這樣的直線迴歸的方程式 那未來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 x 來推論 或這個 y 是怎麼一回事 所以這個是直線迴歸常常被用的方式 但是這裡要很小心就是說 你即使做出來這樣的一個方程式的時候 並不表示 x 跟 y 呢 是有 course effect 的關係 即使你做出來 他們兩個有顯著的直線的關係 並不一定代表他有原因結果的關係 這要非常的小心 也就是說過去有的時候 可能大家一做出來 他們兩個之間的關係很顯著 然後就是說 所以是因為 x 引起 y 有這樣的反應 沒有 不一定 這個東西怎麼講呢 譬如說是 我們這樣想好了 我們海裡面的藻類 它通常在 譬如說是有一種藻類 因為它在比較溫暖的季節 就是溫度比較高的人的時候 它就長得比較好 Biomars 就比較高 假如是這樣的話 然後也做出來很漂亮的一個直線迴歸 那真的是溫度影響它嗎 不見得 你就知道 在我們的自然環境裡面怎麼樣子 我們溫度高的時候也是什麼 光線也很大 Line也很高 光線的強度也很強 那有可能是怎麼樣 有可能實質上是什麼 光線在影響這個Biomars 尤其是藻類 而不是溫度在影響它 但是我們可以做出很漂亮的 溫度跟Biomars的關係 這樣了解嗎 但是不一定就是它直接在影響它 那可能是透過了它然後再影響它 定是這樣的一個 了解嗎 所以不要一下子得到了很顯度的實現關係 然後就跳到結論是說 它們之間有Cose-Effect的關係 這是非常危險的一個概念 還有第二個是什麼東西呢 在如果你直線回歸的時候 請大家一定先把你這個基本的資料 怎麼樣 請把它點圖點出來 點圖 把它的這個觀測值 每一個xy的這個點 實際的 這每一個值都是xyxy的值 對不對 每一個值點出來 然後再去做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在做直線回歸的時候 有的時候會是這樣 弄一點在這裡 然後你假如仔細去看 去畫這個圖的時候 點出實際的觀測值點 它也很可能 一座也是這樣啊 很顯著的直線關係 它非常的危險 那所以呢 在這個時候呢 你就要特別小心 你要去檢查這一點啊 該不該在這裡 或者是說 你應該是在不同的range之內來做 那這裡面 是不是仍然有直線的關係 還是呢 它沒有很顯度的直線關係呢 類似這樣子 那為什麼我們會做這個 X跟Y的關係 我們剛剛講到說 它很可能有這些 可以回溯過去的直線關係 然後用來做未來的 推論或推測或預測的功能呢 那因為通常呢 我們這個X呢 可能你是比較容易 掌握的Variable 比較容易得到的Variable 所以你得到了這個以後 你這一個是你真的有興趣的 然後你就會去想說 欸 好我從這個X 我們就可以知道Y怎麼一回事 或推論是怎麼一回事 好 所以基本上呢 第一個我們要知道這個係數 這個 怎麼來的 怎麼算的 第二步我們要做的是什麼 我們做出來 不管怎麼樣 那一 truly 一定有AB等等 哪 這個 這個AB的話 在這邊 在這個直線 這個 意義是什麼呢 意義是什麼 A是什麼? A是什麼? Intercept 截距 A是我們的截距 叫我們Intercept A是什麼意思? A是說當我們x等於0的時候 我們的one hat等於多少? one hat是在黃線上的 所以是什麼? 我的x一直到0這邊來的時候 這裡的y hat的值 這個就是我們的A 就是我們的截距 那B是什麼? B是我每變動一個x的單位的時候 我的y hat就是壓多少 譬如說我的x從2到3來的時候 我的y hat的值 我x等於2的時候我要y hat在這裡 我的x等於3的時候我y hat到這裡 所以我的B是什麼? 就是這個stop 我從這裡到這裡 這個stop 到底變動了多少? 我變動一個單位的時候我變動了多少? 這就是我的B B就是我的stop stop 就是邪運的意思 那我不管怎麼樣子 我一帶進去計算的話 我一定可以得到這個A跟B 這樣子的東西 那這個我們通常我們感興趣的這個 叫做dependent variable 那中文叫做一變數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叫做independent variable 中文叫做自變數 OK 剛剛談到 不管怎麼樣我們把這些組的 這個N個XY組呢 把它放進去做了 我們一定會得到這個AB 但是呢 它是不是真的就有顯著的直線關係呢 要做test 他說test 假如這個AB的話 是從我們樣本的這個值所計算出來的 那麼對於族群來講的時候 那麼B就是什麼 是Beta 以族群的值來講 族群的邪律 他們的關係式的邪律 應該叫做Beta 我們給它一個名稱叫Beta 所以呢 我們接下來就是要用什麼 用B要來test Beta 是不是等於0呢 要test 他 要test 這個 什麼意思呢 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 我們做出來是X跟Y之間 是不是有直線關係 那什麼叫做Beta的能力 這樣叫Beta的能力 OK 這個叫Beta的能力 那你就說了 老師 這個看起來就是一條直線啊 還是直線關係啊 你看 孫子 有沒有這樣的疑惑 這個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Beta的能力 這個叫做 在統計上叫做 沒有顯著的直線關係 知道嗎 這個叫做Beta的能力 為什麼呢 不管我X怎麼變動 我的Y都沒有變動 這樣叫做是X跟Y之間 沒有顯著的直線關係 這樣叫做Beta的能力 有顯著的直線關係 可能是這樣子 可能是這樣子 那要做TEST OK 要做檢定說 他們之間的關係 是不是真的Y會屬於X的變動 而正向的增加 或是負向的介紹 這樣子呢 會不會顯著的 用這樣的直線的變動呢 那假如是這個等於0的話 就叫沒有顯著的關係 直線關係 好嗎 所以第二個 要做這個事情 好 做完了這個事情了以後 那我們第三步要做什麼 第三步 要把那個 大家一直做兩個 二我之間的直線關係的時候 除了直線回歸以外 還常常會做什麼 相關系數對不對 Correlation Correlation 相關系數 有沒有做過相關系數 你們自己的作業 你們各個部份 有沒有做過相關系數的 這樣的計算 或者你們的計算機 一按就有相關系數就出來了 那相關系數跟直線回歸有什麼關係呢 有什麼不一樣 或是相同的地方呢 所以我們要跟相關系數來做一個比較 也就是說直線回歸跟相關系數之間 有什麼相同或不同的地方 還有第四項 第四項是什麼 從這裡衍生出來是什麼 我們剛剛談過 我們所感興趣的這種歸 可能有什麼因子會影響它 那我一開始的時候 就跟大家舉個例子說 我們感興趣的有可能是什麼 我們之前提到的是 我們在做光位Anoma的時候 不是有提到說 我們用不同的飾料去養它們 譬如說是什麼 蛋白質的含量10% 20% 30% 或40% 這樣子的飾料 飾料 不一樣的飾料 是它蛋白質的含量 不一樣的時候去養小豬 那這些小豬都來的更動 那裡面的值是什麼 Y 這裡面的值都是叫做Y YZ 然後我們從這一個 它的平均值裡面的表現呢 那我們要來看說 它的Nu有什麼樣的不同嗎 我們是不是Anoma的時候做過這個呢 那這個其實就是我們裡面 我們所感興趣的Y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的Treatment 可以視為是什麼 這個我們的Treatment Level 視為是X 因為不同的飾料 然後呢 它養出了小豬 是不是不一樣呢 體重是不一樣的 這是我們的X分Y 那之前也跟大家提過了 像我們這樣的一個數據 我們可以把它換成XY是怎麼樣的呢 據說這個是10%的時候 這個數字是多少 10的時候這個數字是多少 把它寫下來 把所有的數字寫完了以後呢 然後呢 接下來20的時候 這個Y是多少 等等 然後30的時候 這個Y是多少 40的時候 這個Y是多少 所以這樣也變成了 一組是XY的資料 表示說怎麼 好像看起來 同一組資料 你可以用One Way ANOVA來做 來分析 但是你好像也可以用Linear Reflection來分析 那我假如用One Way ANOVA來分析的時候 跟我用Linear Reflection來分析的時候 之間有什麼差異或有什麼不同相同的地方呢 這個我們要做一個比較 那這邊呢 那這邊呢 所謂的 ANOVA 這個數據的時候 是要什麼 假如我們的這個Treatment Label 這些Treatment Label的時候呢 是一個數量的 像我們這邊舉的例子 或者是Protin Label是10% 20% 30% 40% 這數量的話 那很容易可以轉換成 那種XY的數據的形式來分析 但是假如我們的Treatment Label不是數量的 是一個值的 是一個值的東西 什麼叫值的東西 譬如說是什麼 我這個飼料 不同的飼料是什麼 歐樓肥啊 豬胖胖啊 歐樓肥啊 或者豬胖胖啊 或者什麼 豬不瘦啊 或者豬懷懷啊等等 反正就有四種不同的飼料 它的Content也是很複雜 這樣子的時候 你這個能不能就是把它換成 很直接的換成這個 Treatment Label來做 就沒辦法 好不好 所以我們假如要談這個的時候 基本上是 是針對於這邊是這個量的東西 這個Treatment Label是一個量的來做比較 好 所以呢 我們基本上 在這個單元裡面 會講這麼多 所以 這個東西很可能是大家以前 最會做的 這個Test 有做過嗎 有人做過這個Test嗎 怎麼樣 沒有人做過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是新的 有沒有人比較過這個 你有沒有覺得很迷惑過 什麼時候做相關系數 什麼時候做了一分請 常常也是很多人的突破對不對 他做出來我們不一樣 好 跟這個的話 突破更大 好 所以我們就這樣子按照順序 會這樣子講下來 那第一幕我們先看 怎麼樣子來做這個係數 好 要講到怎麼樣子計算這個係數的錢呢 我們先要知道這些assumptions 在我們做linear regression 的時候的assumptions assumptions第一個的文化 我們的 why 我們之前都講我們的 why 是 normal distribution 對不對 就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所感興趣的那個 variable 它是一個normal distribution 那我們叫y是normal distribution嗎 是 但是我們的normal distribution 有更進一步的形容 是怎麼樣 在每一個si 之下 它的yla都是normal distribution 什麼意思呢 我們舉個例子來看 假如我們現在要做的是y跟x的關係 這個x跟y的關係的話 假設我們的x是什麼 年齡好的 年齡 年齡跟體重的關係 好不好 那這個大概只能在什麼 那個小小baby的時候 或是少年之前做 等到像你們這樣大概也不能做了 像這個月老的時候 青少年裡頭 大概跟年齡那個體重 很難有什麼很明顯的關係 那個小朋友的時候做做看 OK 好 那這什麼意思呢 每一個xr之下 是假如什麼 每一個年紀 比如說一歲的時候 它的體重就是一個normal distribution 兩歲的體重也是一個normal distribution 類似這樣 假設這個是整個yla是我所感興趣的研究對象 譬如說是一歲到八歲之間的xr 每一個xr 這個是一歲的x等於一人的時候 它的體重這個是一個normal distribution 然後兩歲的體重也是一個normal distribution 這樣知道嗎 所以它的normal distribution 每一個xr之下的y都是normal distribution 而且是怎麼樣呢 它的variance相同 就是每一個年齡之下的 假如我們把它用圖來表示的時候 這個 譬如說這個是一歲的的時候 它的y的值 這是它的y的值 一歲的是一個normal distribution 這是一歲的x等於一歲的normal distribution 那它的平均值 假如我們這樣 它的體重的平均值 mu y 對對 因為它是一歲的 我們把它叫做x1 這樣可以嗎 x1就是x等於一歲的時候 它的y的平均值是在這裡 然後它的分布 y的分布是一個normal distribution 那兩歲的時候 它的variance跟它一樣 這個variance一樣 這個variance一樣 大家都知道 variance一樣 然後畫起來 就是它分散度一樣 但是它的mu是不一樣的 yx2 譬如說三歲的時候 它的類似這樣的意思 也就是說 不同的x之下 它的variance是相同的 然後它的mu是不同的 然後全部都是normal distribution 就是第一個假設 所以以這個假設來看的時候 我們假如把它畫成比較立體的 是怎麼樣子呢 我們把這個 橫軸還是畫它的x 重軸畫y 好不好 那一歲的時候在這裡 一歲的時候它的分布 y的分布是一個normal distribution 對不對 這個時候你要把normal distribution 這個curve 立起來 好不好 變成3D的立起來 然後這裡呢 就是我們的mu y xy 這個值 好不好 然後呢 它是兩歲的時候 然後它也是一個normal distribution 然後呢 它的variance是一樣 然後這個是mu y x2 在這裡 類似這樣 所以下面等於一個就是什麼 它的mu y x i 乘直線 好不好 也就是說什麼 我每一個 我這些mu y x 是不一樣的 但是呢 它是有直線的關係 最好把它捏起來 再畫出來 類似這樣 這是mu y x3 然後再接下來 在這裡 是 mu y x4 也就是說 這些mu y x i 本身就呈直線的關係 存在 然後呢 我們所有的variations 都是在 在彎 都在彎 你看它的variance 我們講的variance 都指著y在講的 我們的x呢 都是怎麼樣 major without error 好不好 這是我們基本的講說 x 是major without error 然後我們所有的variations 都是在y上面 有了這個基本的假設以後 我們開始來進入 要怎麼樣得到這些係數 怎麼樣得到係數呢 剛剛把它擦掉了 我們剛剛有這些 這些的ram 然後我們所得到的 我們這些mu y x i 是呈直線關係 對不對 但是你想想看 我們在做實驗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可能拿到這些mu y x i 然後把它黏成直線 假如他們真的有直線關係 我們有沒有辦法拿到 第一歲的人的平均體重 兩歲的人的平均體重 三歲的人平均體重 然後把它黏起來 得到這個直線的這個關係呢 不可能嘛 我們做實驗的時候 這一堆人裡面 我們很可能在一歲的人裡面 取了幾個樣本 對不對 兩歲的人也取了幾個樣本 在這裡 三歲的人也取了幾個樣本 四歲的人也取了幾個樣本 類似這樣子的 就每一個年紀 我們都取了一些樣本來 然後呢 這些每一點 是我們實際的觀色詞 那我們用這些詞來做的時候 怎麼樣子 有可能說出來 是這樣子吧 也有可能做出來是什麼樣子 是這樣子吧 這樣了解嗎 但是呢 這些都做出來的叫做是 這個 樣本得到的A或B的值 但是我們就相信說 假如我們的取樣 是有代表性的的時候 這些線呢 雖然不是exactly的 這一條μYSi的線 但是呢 它應該是在這個附近 在變動的 所以要用樣本的值 來做test 這個族群的那個β 是不是等於0呢 這樣子 了解嗎 好 那我們怎麼樣 由這個少數的這些點 來得到那個 那個AB的那個係數 得到那個方乘式呢 怎麼樣得到呢 來 比如說 我們剛剛談到了 這個是4 好 我們剛剛談到了 我們第一步要先把我們 XY的這個每一個點把它點上去 所以點在這個每一點都是我們的Y 對不對 然後點上去了以後 你怎麼樣得到那個YHAT 那個直線回歸那個預測線呢 你怎麼樣得到呢 好 你怎麼樣得到那個預測線 你就說老師我技術很好 我這樣一看 我這樣一畫 就畫出來了 這個線好不好 你覺得這個線好不好 像不像 我這樣也 我這樣一畫也很好啊 或是另外一個人這樣一畫 這樣一畫 哪個比較好 都不滿意啊 總是要有一個方式來做出來 到底是怎麼樣得到那個YHAT 這一條預測線 這個YHAT等於A加BX 這樣子 把A跟B帶進去 就得到那個YHAT 這一條直線 它怎麼樣得到呢 我們用的方式叫D-square estimation 最小五方格的計算方式 那這一個方法有什麼樣的特質呢 第一個特質是SermationEi的平方式 最小的 最小的 有這兩個特質 有這兩個特質 寫在這裡 不要只是A板上寫的 這個扭軸曲曲的 這個 這個英文在那邊扭曲了 也要變成這個觀念 我們先不要講 D-square estimation 怎麼樣實際去做出來 先講 它做出來有這兩個特質 這兩個特質是什麼樣的意思呢 剛剛談過 這上面的每一點都叫做Y對不對 我寫白白的一點都是Y 那我做出來的回歸直線是這樣 這個是 這個 黃色上的每一點叫YHAT 是我們做出來的回歸直線 那什麼叫做Ei Ei 就是這個沒有預測準的部分 所以是什麼 Y 減掉YHAT 我的實觀測值 減掉我的預測值 就是呢 我沒有預測準的部分 叫做Ei 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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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都叫做Ei 好 第一步 把你這個式子畫成觀念的意思 告訴你什麼 這些Ei 有正的對不對 我的Y比我的YHAT大的的話 減出來的Ei是正的值 但是我的Y比我的YHAT小的話 是數的值 減出來是數的值 所以這些Ei呢 有正有負有正有負 有正有負 加起來等於零 什麼意思 所以假如有一個同學 他說 好 我好乖喔 老師說 一開始要先把你的原始的數據 點在框格子上 點成這個樣子 我點出來了 然後呢 我就去做我的回歸直線 但是我的回歸直線 我做出來是這樣 怎麼樣 你覺得他有沒有做錯 來 有沒有做錯 這樣子 這個回歸直線 這樣子有沒有做錯 這個是YHAT 在上面的每一點是這樣 我們畫極端一點 把人看不太出來 我們畫得更明顯一點 他做出來是這樣的 這樣 有沒有做錯 為什麼錯 我再講一下 還有沒有 下面的比較多 把他寫下來的比較多 下面的YHAT比較多 對不對 很好喔 這個YHAT 素的比較多 素的YHAT這麼多 對不對 素的YHAT 正的Y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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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哪裡 正的YHAT 只有這些 所以你一看你就知道 這個直線回歸已經做錯了 對不對 所以第一個就是什麼 你應該看到 你的這個直線回歸是什麼樣子 你做出來的這個直線回歸 應該是差不多通過你的這些數值的中央部分 讓他的正的這些EI跟負的EI加起來是等於零的 正正負負加起來是等於零的 這樣的意思 所以第一步大家會檢查了嗎 你不要是那個 把數據 弄好了 或是丟給電腦去做 然後你弄出來 然後他很遠的這個回歸直線 事情都完全沒感覺 這樣就糟糕了 好不好 所以第一個化成觀念就是這樣 什麼HDI能力 第二個是什麼 什麼HDI平方是最小的 最小的 最小是什麼意思 它是一個比較級 對不對 跟誰比 跟誰比 比起來是最小的 跟其他所有任何方法來比 它都是最小的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 什麼HDI平方是什麼 是說 我這邊有很多預測不準的部分 這個差距就是我的 預測不準的部分 對不對 那有正有負有正有負 對不對 那我把它平方起來 就是變成什麼 全部都是正值了 所以是什麼 我預測不準的部分 是最小的 比起其他你用任何方法 所做過來的 最小限 它的這個預測不準 都是最少 也就是說它預測的最準 這個Servation EI平方 就是最小的 就這樣子 它有這個特質 所以呢 比你什麼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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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奇妙的雙手 或者你的那個 通靈的眼睛 所畫出來的 通通都要 這個 最小的 Servation EI平方 最小的 所以我們等一下 其實這個就是 我們的 D square estimation 裡面 所在用的 它因為用了這個特質 來 來計算它的A跟B 所以 那個 AB計算出來 就自動有這個特質 這樣可以嗎 所以有這兩個特質 好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要進入說 怎麼樣用 B square estimation 來得出我們這兩個 這個係數 A跟B 好嗎 用這個 Servation EI平方 是要配小的 所以我們開始就要 怎麼樣的計算 我們的AB 我們這邊的那個 我們這邊的那個 Y bar 這個的話 等於A加BX 對不對 那我們計算出來的 這個以後 我們應該會得到 A等於Y bar減掉BX bar 所以呢 我們想要把它帶進來的話 我們可以變成 Y bar加BX 減掉X bar 可以變成這樣 好不好 所以在我們後面呢 會用一些簡單的式子 就用小S 是 S減掉X bar 或小寫的Y是 Y減掉Y bar 會比較容易寫一點 所以這個是Y bar加上B 小寫的X 我們等一下到公式的時候 有時候會用小寫的 有時候會用大寫的 請你把它分辨清楚 用小寫的話 就是我們在大寫的檢料 所以我們這個其實就是 樣本的這個用來附近 我們的族群的 R化加BX 這是我們的 這個model 是 mu yx等 r化加βx 用Y bar 來附近 用B 來附近 這個 獨群的 這個 這個 獨群的 這個 有了這個東西 用清楚了以後 開始用 D square的 estimation 來附近 我們的 這個 A跟 B的 這兩個字 奇數 奇數 怎麼樣得到呢